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远跑到阿根廷你们录节目最难的到底是什么 是生活的不适应还是工作太辛苦 这些问题其实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这次拍摄老老少少大队人马远赴重阳 最难的其实就是担心家庭选手出状况 伴众期待的奥运冠军乐静怡家庭终于出场 可是夫妻俩全程犹如慢动作般的表现 最终是在前两轮的比赛中双双落败 奥运冠军乐静怡家庭竟然向节目组提出了退赛的要求 我其实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竞争那么激烈的 开始有一点懵的 因为这种游戏以前自己也没有经历过 究竟是比赛强度过大 体力透支无法完成比赛 那你自己比过 你有切身经历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其实很不容易的 还是头顶世界冠军的光环 无法承受接连不断的失败 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有点小后悔就觉得 我们也要像这样拼命 或者是其中有另有隐情呢 很多网友纷纷发表议论 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要变成你的Arrogant就说了 看天呢 我们变小了发现前游泳冠军中途退出比赛 真的是搞不懂啊 巴四蝎子给我们的留言 说看天呢 我们变小了乐静怡居然退赛了 一个游戏而已 何必呢 为了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要请出今天特邀评论员 兼首席预言帝 愤怒主播万峰老师 王老师您好 哎呀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非常的不理解 他为什么要退赛 一个前世界冠军 又是游泳运动员 应该体力很好 难道因为这个游戏难度太大了 你体力吃不消 又看到万峰老师好像有点怒了 哎呦这情况 为什么别的家庭比下来了 为什么就你们比不下来呢 对这话您问我就特别合适了 我还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替我为妈妈参加过她的比赛 那所以呢我觉得 虽然体力支出非常大 难度也不低 但不至于普通人坚不下来 那所以呢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都坚持下来的话 那冠军应该可以啊 那不是还有一个我想 我们再替当事人考虑一下 是不是这是一个外国的节目 对不对阿根廷人设计的 那么没考虑到中国人的体质 体质有区别 所以才会造成中途的退赛 但是这一切的原因 是不是真正的各种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 退赛理由一 比赛强度太大 其实来之前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比赛 只是以为就是来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但是到了阿根廷以后就是 一下子的气氛变成一个就是 好像一个比赛 我就想自己尽力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节目组啊 在出发去阿根廷之前 向所有的参赛家庭 都提供了最直观的节目参赛的一些比赛的规则 和比赛的资料 也同时呢 也向他们提供了就是 国外其他家庭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录像资料 给他们作为参考 所以说他们应该说是对节目的整个形式 和比赛的内容 都有非常直观的了解 既然是娱乐 既然是比赛 肯定要付出 肯定要使劲 对不对 那么有什么奇怪的呢 怎么叫做你受不了 难道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有可能的 就照您的说法 就是怎么会一个冠军家庭 输给了这么多普通家庭 这有什么信息 我觉得这个毫不奇怪 哪有规定 你是射箭冠军 你是体操冠军 你是什么冠军 在日常生活中 你硕硕都得是冠军 没有这个道理的 对不对 事业有专攻是吧 对不对 如果你当初你觉得 我长眼明眼人一看 或者按照常理来推论 我不适合参加这种玩 这种游戏 那你干嘛参加呢 对不对 再加上呢 那你也比赛 也不是没比赛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比赛 还有一个终极的目的 那就是我们的五万元的 开心慈善基金 其实我们这个开心慈善基金 也是主要用于 为山区贫困学校的孩子 购买体育器材的 所以这出发点 也是非常好 我觉得就算为了这个的话 怎么也得坚持一下 是不是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 网络上的朋友 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咱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来这位朋友 GIMMY5158的朋友说 今天看天哪 我们变小的乐静怡退赛 独送鹰霸家庭首场冠军 为人处事 心态好重要 比赛嘛 正在参与 如果太当真了 那未必已先输 说明这个人呢 你心态不好 这是个国际性的娱乐节目 它也是一个大事 你在这种大事情上 你做出这种举动 丢人 就是一次退赛 看似很小的一个个人决定 但没想到 这结果造成的影响还很大 那其实呢 参加比赛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些 想要的收获 那对我来说 去主持这场比赛 也是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见闻 去体会一下 开心与快乐 那这场比赛究竟 给咱们的乐静怡家庭 带来的会是什么呢 对赛理由二 公平不公平 因为我们是第一组 就是第一个家庭 他觉得不公平 然后就是 他觉得 他爸爸好慢 他爸爸接糖果的时候 是离得我们最近的 因为丢了很多糖果 他爸爸一刻都没有接到 为什么爸爸一个糖果都没有接到 我的孩子 他真的还挺在意输赢的 其实今天 他也没有拥抱我 因为他觉得 我们俩 身上都是那个 他觉得 哎呀 好脏了 其实到了阿克平之后呢 我们导演组也专门 再一次向每一组参赛的家庭 都详细介绍了一个比赛的内容 和比赛的规则 也讲解了每一个比赛关卡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那么同时我们跟每一个家庭 都签订了比赛的赛前的协议 就是说 大家都是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 来参加我们这个游戏节目的 所以说不存在说 对我们这个节目有不了解 或者是完全不知道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形式的一个节目 平时父母心胸开阔 小心不至于说 去安慰一下爸爸 抱抱爸爸都不乐意 不会的 如果平时教育的好 孩子这个时候呢 他会体谅父母的心情的 其实呢 从这一个方面来说啊 鹰霸家庭倒是非常也看重这场比赛 所以呢 是卯足了权力 想和世界冠军好好的一较高低 可没想到呢 到最后啊 小贵还真是超水平发规 获得了当时比赛的胜利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比赛啊 不存跟着什么公平不公平 没有任何半点关系 对不对 这个我也不相信 鹰霸家庭一定要来争冠军 人家就是心态很好 我就是来玩 公平不公平是和心态有关 那第三条 还有第三条 还有第三条 什么理由 咱们也要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 对赛理由三 待遇不好 身为新日奥运冠军 如果仅仅是因为比赛强度太大 而推出比赛的话 为民有些说不过去 毕竟其他19个家庭 都坚持参赛到底 只有乐静怡家庭半途而废 你是不是觉得 他比运动比赛更难 还是 你觉得呢 拜托 这种问题 好像问得有点幼稚吧 但是我不想说任何话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你觉得 了解情况的话 请你们去问他们就好了 干嘛打电话问我呢 从乐静怡的言语中 不难听出他对比赛存在诸多不满 比如之前 他一直对外宣称是由于比赛难度太大而退赛 如今又认为比赛颇为幼稚而不屑参加比赛的想法 这样的表述难免前后矛盾 天呐 那我们变小来的总导演施嘉宁向记者透露 乐静怡中途退赛 实则事出有因 原本事先跟乐静怡家庭协商的呢 它是四个公务舱 两个经济舱的这样一个往返的飞机票 因为他提出要把自己的小女儿 还有他的那个妈妈 还有他老公的妈妈 就是一家六口一起去阿根廷 提出的理由呢 就是说有长辈在可以照顾他的孩子 那么我们也体谅到他这方面的一些难处 所以也答应了他这方面的要求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出发前都事先谈好的 那么当时乐静怡家呢 就是到了阿根廷 我们在录制了两天之后呢 他突然之间提出要临时增加两张这个经济舱 要把它升为公务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不然呢他就决定就是说不参加后面的一个比赛 就提出要退赛 那么当时节目组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整个拍摄周期都是提前确定好的 如果有出现这样的特殊的情况的话 对我们节目组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呢节目组马上就是积极主动的跟他进行了协商 也希望他能够体谅我们节目组的难处 能够帮我们继续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录制 而且呢两张公务舱的这样的一个升舱的要求啊 就相当于六张经济舱的费用 我们核算了一下相当于八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是一笔非常巨大的一个数目 那么我们也许临时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力去增加预算的 果然乐静怡家庭退赛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不过如果真相乐静怡所言 升舱是为了让两位老人更好的账户两个小孩 其实他完全可以自掏腰包来满足自己家庭需求 关于机票的问题我想说除了小冰冰家庭 他们因为两个小童心以及说新妈妈怀孕 所以我们是提供了四张的商务舱的机票 其他的家庭我们都很少提供商务舱的机票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奥运冠军来说 已经给了他们四张的这个商务舱的这个机票 而且一开始都已经说好了 然后到比赛之后再开始反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靠谱的一件事 另外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就是我亲眼看到的迷你兵当时跟我们是同一班飞机 他自己是可以坐商务舱的这个舱位 但是他却把这个舱位让给了他的奶奶 自己是坐在了这个经济舱 全程都是如此 而且没有一点的怨言 当机者再次致电乐静怡提及机票二字时 乐静怡顿时勃然大怒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再打扰你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他们说的那个飞机票的事情 你要干嘛呀 你现在来问我这些问题要干什么 因为也搞得很不开心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太无聊了 那么一个无聊的事情我也不想回应这些 这么无聊的一个举动 所以你在 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赛吗 你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可以跟竞技比赛相比而论的一个比赛吗 但其实 我觉得太过分了 其实天哪我们变小了 不只是一项体育竞技比赛 每组获胜家庭更能获得五万元的开心机机 用以捐助贫困儿童 为此不论是因为升仓 还是因为比赛强度太大而退赛 种种理由的中途离场都会影响众人为慈善事业出力的脚步 其实咱们这一次去阿根廷节目组定的是卡塔尔航空的航班 那其实说起这个航班啊 因为我也坐过 经济舱的位子其实都和我们这个国内的生物舱的座位差不多宽敞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这一路虽然三十多个小时的跋涉 也不是完全做不过去的 我认为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 就不讲规矩 如果说你们剧组跟这个这个参赛的家庭事先都签订了合同 那么就我们说严格的按照合同来执行 你不能中途突然提出要修改 如果你认为当初我们就是要全每个人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商务舱 那你应该提出来 如果你电视台你不答应 那哥们不去 那也可以 对不对 你不能说答应好的事情 你突然反悔 你这个坑人 你要顾全大局 这个说法的话 其实也就是一个字叫坐地起架 就是这个 不可以 就是因为比赛比到一半了 到底比还是不比 如果你让我要继续比 就得答应我一切的要求 签设合同 你就得给我签设合同 我们好像有时候很随意 好像想反悔就反悔 想干嘛就干嘛 那我认为这合同签的还是不严谨 说不是比赛就不比赛 说翻点就翻点 什么事吗 慢慢慢慢的 在咱们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娇生惯养 或不断提出大牌要求的一些 就是大家看似不合理的情况发生 对 那所以呢 我觉得在咱们的娱乐圈 那只应验一句话 就没有最大牌 只有更大牌 咱们来例数一番 明星明人排成大 在老百姓眼中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明星们的身价排成 也总是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而水涨船高 那现在一般明星出行的话 我们称作最基本的标配 一般就是 可能一拖四 一拖三这样子 一般都是一个经纪人 一个助理 再加上可能是化妆师 或造型师之类的 那一般明星都是 头等舱 或者是商务舱 然后工作人员的话 就是经纪厂 这个是机票方面的一个待遇 而一些越来越国际饭的明星明人们 近年来更是纷纷以私人飞机 作为代步工具 出席活动 你还得专门提供一个硕大的停机瓶 供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停靠 可能有些明星他对吃啊喝啊 这方面会特别的有要求 比如我们有碰到过一些 就是水要喝什么牌子的 香槟红酒 他要指定什么几几年的 什么牌子的 然后还有就是cheese cheese要某个品牌的 这些基本上你在上海的话 一般的大超市你还买不到 除了五星期酒店的硬件设施 和周到服务外 像周杰伦等个别喜欢安静的明星 还会要求封锁自己 锁入住的整个楼层 并安排多个保安 24小时值班巡逻 以免生人打扰 一些稍大牌的明星们出行 动辄得配上三四名保镖 加以防身 一米八以上的个头 统一的黑西装 领带 耳麦 具有后视功能的墨镜 就像电影黑人那样 酷镜十足 从来都是没有最大牌 只有更大牌 可就是这么千般万般的 小心伺候着 到了台上配合不配合 那还是得看天气看心情 韩根在录制 某代言品牌的特别节目时 因为主持人问及匪文话题 经纪人突然将韩根 强行带入现场 忠实了节目入市 王力宏 王力宏早前录制节目 为新专辑进行宣传时 主持人的提问 也只要被经纪人平平打断 蔡依林在录制某档综艺晚会时 经纪公司更强势提出 不与其他任何艺人同台的要求 点燃一派 唯我独尊的女王架势 艺人异于常人 但身边的人一个不好 则会变成临驾于常人 今晚录制综艺节目 只有一位艺人的经纪人 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她 在台上的时候 不能有其他艺人同在 我们是群星综艺 不是女王登基 蔡依林小姐 而近来 势头见长的杨辰林 演艺出席活动时 随行人员过多而被批 然后一直以来 我就是不会是那种不配合的人 对 那出道的时间 又不是刚开始 我也不是那种一炮而红的人 我知道 就是要辛苦耕耘才会有收获 所以 当有这样的传闻的时候 会让自己觉得 被误解了 虽然这一次节目组 尴尬地遭遇了退赛事件 好在 现场还有一位乐家人 代替乐静一家 完成了比赛 可是 他和晨晨组成的临时家庭 好像也不是很有默契 我跟乐家倒是商量了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人 对观点还蛮统一 就乐家先生自己跳到游泳池里去了 经过一番商量 主持人晨晨和乐家达成共识 决定组成一个临时家庭 与鹰霸一家正面对决 上场前 晨晨和乐家充满斗志 信心满满 特别是经常健身的乐家 迫不及待地要扑进泳池 一展好身材 乐家身体挺好的 然后 我觉得他对自己 自己的身材也一向是非常得意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成全了乐家 可以显露一下 他的肌肉和他的身材 这个乐家对决看似虚胖的鹰霸 完全是胜券在握 没想到 晨晨和乐家组成的临时家庭 终究抵不过鹰霸一家的默契 我们这一组就是乐家跳进去的时候 我们有11颗钮扣 然后人家只有6颗钮扣 就基本就是一个残剧 虽然晨晨和乐家紧急救场的结果不尽原意 不过能一睹主持人乐家在场上狼狈不堪的模样 倒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再为您说明了上一周XXS天哪 我们变小了节目当中发生的退赛事件之后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明天即将上演的新一轮的比赛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预测一下这一周的获胜家庭和我们开心互动 获得限量版XXS小肥张 并获得千元大奖 您也可以登陆优酷网和土豆网 搜索天哪我们变小了 来观看精彩的节目集集 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再一次请出我们今天的预言地 晚风老师 晚风老师您跑得挺快啊 我想问您一下 按照您刚才这样的剑步如飞的动作 如果双手个体95公斤的东西 您还能做到吗 总共200公斤才要立起来啊 您不太可能是吧 不不不 降低难度降低难度好吧 给您一根绳索 您能不能够拉动15吨的卡车呢 绝对拉不到 绝对拉不到 按照晚风老师来说 普通人都无法做到的 但有一位可以做到 我是中国第一大历史龙武 身高1米82 体重108公斤 他能一手抱之大肥猪快跑20米 然后将一辆12吨的汽车拉动20米 他每天要吃七八斤 身熟各半的牛肉 还有20个鸡蛋 他每天除了两小时的力量训练外 每晚要做300个俯活铲 七根拉黄300个 这就是中国第一大历史龙武的风采 乖乖这个大块头看上去确实力大无比啊 是啊 那如果能跟他比赛的话 我想这个家庭也得来一个旗鼓箱 这情况还真不是这样 和他们家比赛的 是咱们中国的小秀兰邓锅 张爱卿 和他的萌爸 可能吗 他萌爸爸是全世界参加这项挑战当中 年纪最大的老爸50多岁 那就更不靠谱了 他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另一期的话 我觉得你们这确实不靠谱了 你们上回叫一个小姑娘 跟人家世界全世界游泳冠军比赛 对不对 这回你就要一个年纪最大的 已经50来岁的这么个老爸 中年老爸 跟那个大历史比 你不澄清要累死人家 因为比赛它毕竟不是比利器 光凭谁拳头大谁能获胜 那其实呢 要比赛的还有策略和技巧 咱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张爱卿江 我是苹果达人张爱卿 别人都叫我姓蓝蛋波 想想以前我参加大人秀 付出了很多 女儿也开心 所以我也挑战了我自己 也有一种收获 这次我去阿根廷 我特别开心 和我爸爸 他很紧张 我觉得这次比赛 要比大人秀要难得多 大历史 我一定会当成你 我拼了 拼了 如果没有特殊 特别奇怪的情况发生 我认为通常来说 肯定是大历史英 大历史又年轻 又有利器 对不对 那想必 这个老爸呢 不管怎么说 有点岁数了 可能也许不那么太灵活 我跟你说 我有三个重要的小秘密 没有告诉你 第一点 咱们的中国大历史 恐高 他到了二楼左右 往下望 心里面都会渗得光 这是他人生的弱点 爬高 有时候会爬高 当然了 我们整个在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当中 来进行比赛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比你人还大 那所以我觉得的话 这也是对他们家庭当中的一份限制 那第二个小秘密 那就是龙武 它是个害鸭子 这中国大历史 他就是游着游去捞扭扣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看来大历史有点悬了 您就拿着能改 那不是 我不知道这个老爸这方面 他游泳应该会游吧 他如果也不会游 可能又打平 我们就要把这个龙武的太太的情况 也跟您介绍一下吧 龙武的太太 在全家人上了飞机之后 竟然跟龙武说 他已经怀孕了 而且这件事千真万确 人性一点好不好 人道一点好不好 人家怀孕了也不容易的 对不对 怀孕了特别要小心 这个比赛起码是比较激烈的 具体力要复苏要复苏 而且是刚怀孕不久 不小心很容易发生意外 本节目是由新娱乐 百事通新媒体 和风行网联合出品 那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感受家庭的乐趣 一同分享挑战的快乐 一同收获美好的心情 一同来体验XXS 天哪 我们变小了的神奇魅力